在河南省境内的高速公路上 常常会在路边看到一些高高耸立的大土堆 匆匆行走的路人绝不会留意土堆之下的秘密 早在两千多年前 中国古人就形成了这种复杂的墓葬习俗 在墓穴的上方堆积起巨大的土堆 叫做封土堆 作为墓葬的封闭保护 在河南省南部 一个叫锅庄的小村庄里 也有这样一片平缓的高岗地 土石的农民只把这里当作世代耕种的良田 但是在富有经验的人眼中 这片高岗却意味着一个古代的秘密 2004年4月 村民们发现 锅庄村东面的高岗上 常常会在深夜里发出炸响 每次爆炸过后 村民的耕地里就会出现一个深深的洞穴 那洞穴给红薯窖出 都是直上直下 整灯锅往下蹲 可能都是 给掏红薯窖的 直上直下的 这些村民眼中的红薯窖 其实是盗墓贼挖掘的盗洞 在这些盗贼的眼中 这处高地将是他们荣华富贵的圆圈 锅庄地区的盗墓行为 引起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的注意 2005年5月 考古专家马俊才来到了这里 在对土岗附近的区域进行了仔细的撰谈后 马俊才认为 土岗下面可能有一座距今两千多年的大型木葬 马俊才曾经在这个地区 发掘过不少同时期的墓葬 但这一次不同 据他估计 这个墓葬可能是亡灵 不过盗墓贼留下的巨大盗洞 也让考古队员忧心忡忡 根据以往的经验 即使有一个盗洞成功地进入了墓室内部 这座古墓就有可能被盗掘一空了 考古和盗墓它是本质的区别 因为咱们考古它是不仅仅要获取这些文物 而是对于一些软信息 周围的一些环境 都要进入一些科学的研究 所以说不像什么 获取一些文物 那叫挖宝 那不叫考古 郭庄墓葬的命运会是什么呢 马俊才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同事和领导 一听过之后 你赶紧把它挖挖 这种空墓 这就是有这种想法 我也是这种想法 但是这个程序来说 必须让它程序这样做 做下去 它在工地上搭建起临时工棚 组织工人开始发掘 计划赶在雨季到来之前 尽快结束这次考古行动 即使是一座空墓 挖掘计划 还是要遵照考古的规则 当时发掘设计 两个月抓紧发掘 把上面的头挖掉 这个一个月也清零 下面也就是 就算说的不太科学 就是简简破烂 马俊才雇佣了附近村庄的 一些农民 参加前期的发掘工作 一天 在与这些工人的闲谈中 马俊才了解到 一个令他感到意外的消息 有人说 在这个古墓里面 埋的不是土 而是沙子 这个消息让马俊才感到困惑不解 在他长期的考古工作中 曾经挖掘过上千个古代墓藏 但是用沙子来埋葬墓血的方式 他还从未遇到过 马俊才立即让考古队员进行了再次钻探 探产在土层深处 真的带出了一些 黄色的细沙 这让马俊才更加困惑了 如果下面都是沙子 而不是古代墓藏常用的五花图 那它还是一个真正的墓藏吗 我看到这沙子是太纯了 这非常的黄 非常的细腻 我想像这种情况 那是不是底下是个古河道啊 在距离发掘现场不远处 有一个当地百姓取沙的大沙坑 在两米多的土层下面 有十几米厚的沙层 经过一方考证 考古人员认定 这个大沙坑就是一个古河道遗迹 考古现场与大沙坑的距离这么近 所谓的亡灵墓藏是不是也是古河道的一部分呢 马俊才将古河道里的沙子与现场发现的沙子进行了仔细的对比 虽然古河道中出产三种不同的沙子 但是没有一种与发掘现场的沙子相同 也就是说发掘现场的沙子不应该出自于古河道 那么难道真的有用沙子埋葬的古墓吗 马俊才找到了一个先例 这种与众不同的埋葬方式叫做击沙墓 在墓葬中堆满黄沙究竟是什么理由呢 不过马俊才也不敢轻易做出判断 郭庄的墓葬是不是击沙墓 基石击沙墓的建造工程浩大 只有掌握巨大权力的人才能建造 如果判断属实的话 那么它的主人生前一定拥有非同一般的地位 墓葬里一定埋藏着令人期待的宝藏 可以说击沙墓出来 这种墓葬为我应该都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不是击沙墓 那么这里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墓葬 结果的差异如此巨大 让马俊才充满期待 不久 考古队在墓葬边缘部位清理出一些阶梯 很显然 这些阶梯是人为修造的 应该是当初造墓时留下的向外运土的通道 这预示着墓葬的规模比原来预计的还要大 在这些阶梯上 马俊才忽然有了新的发现 到下面它这个湖坡 一看好像这个人踩踩的情况还比较明显 拐角的地方都有沙子 因为我发现我很注意这个细节 这个拐角缝那个沙子都没有滑下来 哦 我这样 百分之八十就是几沙木了 因为看那个沙子和以前我来的时候 看到外面盗墓的沙子是一样的 墓葬的外形初步显露出来 这是一个东向的大墓 东西长二十七米 南北宽十七米 有一条长长的墓道 这一切都在暗示马俊才 他所面对的极有可能 是一座带有防盗功能的击沙大墓 当墓葬南壁的烫沟 挖掘到风土以下四五米的深度时 细密的沙子出现了 几乎就在同一高度 北部和西部也发现了击沙 马俊才欣喜万分 毫无疑问 这就是一座击沙大墓 但是在墓葬的东部 却一直没有发现沙面 马俊才又开始不安了 作为一个击沙大墓 不可能单单留下墓室的东部不填埋沙子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后来有人 把这个区域的沙子挖了出去 我挖到九米的时候还是黑土 出来一块什么呢 汉砖 无疑的是东汉的 东汉的时候就有黑土 那肯定是个大刀洞 东汉是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时通知中国的王朝 由于在东汉后期各地军阀割据 军阀公然带领军队挖掘古代墓葬 冲作军像 盗墓活动特别长绝 民间的盗墓贼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甚至出现了盗墓家族 专以盗墓为职业 汉代时期 那个盗墓它就是 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出军饷的 这骑军可以靠什么呢 骑军没有什么供应 就是挖出一些墓来的话 挖出一些珍贵的金银珠宝的话 可以变卖 可以出军饷 汉代盗洞的发现 让满怀希望的考古人员 几乎失去了挖下去的信心 郭庄的这座古墓 是否早就是一座空墓了呢 意外的打击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连参与挖掘的民工 都有些无精打采了 清理完东部盗洞区的图以后 整个墓室东部 发现了七个汉代盗洞 更糟糕的是 一个现代盗洞 通过用木板架设焊道的方式 成功地穿越墓壁 进入了墓内 这种盗墓方式 显然是为了对付墓中的流沙而设计的 一切都表明 这座墓葬曾遭受了 古往今来的盗墓贼 最为凶狠的强烈 这个弧形的话 一砍了一排盗洞 就当时一查12个 这12个盗洞区是什么 特别是汉代盗洞 汉代盗洞 汉代盗洞下去的时候 接顶盗 而且盗的时候很可能 去关国没有他 他要没有他的情况下 那进去不就是 相当于现在的 这个入室道签了吗 他见什么可以拿什么 他拿不住了可以给你罚税 挖掘工作继续进行着 整个墓室的全貌已经完全呈现出来 除了大量的细砂 墓中开始不断出现大小不一的石头 这完全符合基石基砂墓的特征 让马俊才感到安慰的是 墓室西部的沙层面还相当的平整 似乎可以推断 墓室西部还没有受到盗墓贼的破坏 由于墓道口朝向东方 所以西部应该是放置墓主人观果的位置 如果那一部分没有被盗的话 或许考古队还能有所收获 工人们清理的深度 已经低于墓道口接近十米的距离 加上墓葬封土的高度 已经深入地下将近二十米 按照以往的经验 这个深度无论如何也应该到达 观果的位置了 但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在这个墓中还丝毫没有发现一点 观果的影子 马俊才推测 出现这种意外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墓主人的观果 还在更深的沙层下面 另一种可能就是 墓中根本就没有埋葬墓主人的观果 这根本就是一座假墓 为什么会有假墓呢 实际上 这也是为了对付盗墓的一种办法 他就是 我好好的逃的地方 我这个逃的地方 我都没有墓 他弄不清楚 等于让当时是 糊涂 哪个是真的 如果要盗墓 你就拿盗吧 一盗一盗 这是假的 他就可能放弃了 但是古人真的会仅仅为了造一个假墓 而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吗 工人们继续向下清理 突然 沙土中出现了很多红色的图案 这种图案正是那个时期 贵族墓葬棺果上常用的装饰 不久 沙子中还出现了一些金箔 觉得这个墓呢 肯定不是空墓 而且比预想要好得多 果然 经过仔细的清理 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果饰 显露出来 虽然木质的果板已经腐朽坍塌 但仍然可以看出清晰的轮廓 在果饰周围 一些车马器的零件 从沙子中露了出来 马俊才终于明白了 这座古墓不仅不是假墓 而且它是一座设计巧妙的高等级墓葬 沙徒被清理干净以后 幸存下来的文物多达三千多件 这对于一座已经被盗墓贼骚扰过的墓葬来说 简直就是奇迹 文物中有很多重要的青铜礼器 一个青铜大顶的口径 达到了八十厘米 这件精美的青铜芳虎 仅湖身的高度就超过了五十厘米 墓中还残留了三件边钟和十三个石庆 在主官的周围 考古队员清理出十三个陪葬人的尸骇 全部都是年轻的女性 主官的位置在西南角 这里是整个墓葬的核心 但是两个用木板搭建的道洞恰好对准主官的位置 在盗洞中发现了矿泉水瓶和编织带 这是一场发生在不久之前的盗墓 盗墓贼的经验非常丰富 主官已经被盗墓贼打开 考古人员打开主官后 只找到了半个头骨 发现了半个头骨 酥碎状的半个头骨 因为看到这些头骨的那个缝里边 和它叠下的有很多的猪杀 关内的别的区域也有不少猪杀 那么我们就断定这是个墓 这就是墓主人的头骨 它别的那个驱干部分 那不是什么不存在的 马俊才并没有找到一件 可以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 回到考古研究所 他反复地观察这些文物 在一些重要的青铜器上 古人经常会刻上名文来记述事件 假如能够在这些青铜器上找到一些名文的话 或许能够得到墓主人身份的一些线索 经过仔细观察 马俊才终于在青铜方湖的湖腹里 发现了一些模糊的文字 青铜器专家郝本性 仔细研究了方湖内的名文内容 但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名文没有记录任何具体的事件 只是一些令人费解的吉祥话 与其说是一篇名文 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篇诗歌 前面是计时的 整月与其是计时的 所以吉弊是一个御弊 吉祥的御弊 不特就是没有差错 这个东西是一个吉语 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然后就说他本人的名字 他叫金孙 比如说金孙某某 然后呢就是在他底下呢 让他的一个子孙嘛 这个 然后就是永保之用 来想 来永远来做的祭祀用事 然后他子孙的四则呢 就让他子孙的永远 以他们为这个 楷模 唯一的收获是 名文中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 金孙某某 这个金孙 会不会是墓主人呢 凭借这些文字 很难做出合乎逻辑的判断 专家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有人发现 在一件秀迹斑斑的青铜器皿上 似乎也有一些文字 两千多年的铜锈被一点点的清除下来 明文的字迹 渐渐清晰起来 明文的字迹渐清晰起来 结果清出来一看 这曾侯鱼的 曾侯鱼的用气 怎么跑到这个墓上里面 马俊才之所以激动 是因为曾侯鱼这三个字 在中国考古界是很知名的 1978年 考古专家曾发掘了一座 保存完好的大型墓葬 出土了一套举世文明的青铜鞭中 由于很多文物上 铭刻着曾侯鱼的名字 所以得知墓主人的名字 叫曾侯鱼是曾国的国君 有趣的是 在一些兵器上 可以明显的看到重刻的痕迹 本来是曾侯鱼的名字 鱼字被抹掉以后 重新刻上椅字 专家们据此推断 曾侯鱼应该是曾侯鱼的先辈 或许也是曾国的一位国君 古时的曾国与锅庄相距500公里 曾侯鱼的物品 为何会出现在锅庄墓葬中 它们之间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关系呢 让我们回到2000多年前的古中国 那时候的中国被许多诸侯国封割 它们之间互相争斗 抢夺地盘 所以被称为战国时代 郭庄所处的地区 当年曾为一个叫楚的大诸侯国统 而曾国也被确认是楚国的附属国 两者之间肯定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因此很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 曾侯鱼把自己的东西送给了牧主人 马俊才还发现了别的更多的证据 装饰裹饰的金箔上 刻满了细致而复杂的龙形图案 他把金箔仔细拼接起来 惊奇地发现 这些装饰图案竟然与王子五墓中发现的装饰图案一模一样 王子五墓的主人是一位楚国的王子 这个木屋的规模来说 应该更大 比王子五墓还要大 随着的器物种类 以及器型的大小 都相当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 除了他是丑木之外 他那个身份 也应该和王子丑木 也可能他是一个水平级的 也许墓葬的主人也是楚国的一位王子 被派遣到郭庄一带做将军 不幸英年早逝就埋葬在这里 不过这些猜测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 郭庄古墓的墓主人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开的